最近王毅川三個字 藍白沒有再放過 原因就在於他在電視上面 講到了有關於大數據的 相關的流量的部分 國民黨現在認為說 這是王毅川在監控 其實這次的國會無法修法 就是立法院自己通過了一個 自肥的法案 立法院自己立法 給自己一把上方寶劍 關於這把上方寶劍 什麼時候出竅 可以斬誰不能斬誰 斬錯人的時候怎麼辦 人民呢看到這把上方寶劍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辦法跟他say no 其實都沒有很詳細的規定 所以王毅川的這個案例 其實正可以讓大家看看說 立法院給自己一把上方寶劍之後 小孩開大車 進退失據的一個狀況 你要約詢王毅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看藍尾不是都放話了嗎 我這個啟動調查專案小組 叫你來 先前很多人在說 哎呀你們都造謠 哪有約詢一般人 現在呢 到底誰在造謠 黃建豪 他憑什麼說可以叫王毅川 有義務對國會說明啊 就有通過法條 就是可以成立調查小組 可以叫一般人去國會嘛 所以藍尼 你們在舉手的時候 你們到底懂不懂 你們在立什麼法 現在遇到王毅川 就有一般人了 他們覺得說 因為王毅川現在是 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那王毅川有沒有任何公職 沒有任何公職 他就是一般人啊 根據第47條 王毅川要交資料 不交資料的話 一次罰10萬 可以連續罰 然後罰到王毅川 交出來為止 可是約詢如果不去 要怎麼罰 沒有詳細的規定 交資料的時候 對一般人來講 你不能因為你的個人隱私 或是你的營業秘密 拒絕交資料 對 所以如果今天立法院說 王毅川把你所有的通聯紀錄交出來 王毅川如果拒絕的話 一次就要罰他10萬 今天王毅川涉嫌犯罪 檢察官去搜尋他家裡 檢察官要拿一張搜索票 那今天立法院 你光是憑這個所謂的 專案調查小組一句話 抱歉王先生 請你把你的手機 相關裡面的資料 交出來給我們檢閱 那是不是立法委員的權利 已經比照檢察官 甚至比檢察官大 那我就請教一件事嘛 法官跟檢察官 他要任用是不是有個標準 比如說你不能有前科 你要經過國家考試 你要經過兩年的培訓 你還要經過六年 你要先當候補師法官 選立委可不可以有前科有啊 你看傅昆琦 傅昆琦啊 他就有炒股 有假離婚都有前科嘛 選立委需不需要經過法律的培訓啊 不需要啊 選立委沒有任何學歷資格的限制啊 選立委需不需要退出黨派 獨立行使職權啊 不用 立委他是一個政治角色 你卻自己立法 給予你自己一個 類似法官跟檢察官的權利 那我請問你 是不是要規定說 你如果濫用這些權利的話 這些二職的立委該怎麼處理 那請問 你完全沒有約束立委的不良行為的時候 算什麼國會改革嘛 封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封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忠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 封燦傳媒不斷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 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合家安康 2023年4月 封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 我們無謂辛苦 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 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 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 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 與陪伴 封燦傳媒 感謝有你 感謝有你 寶入 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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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